生障就业参与事预算是由下而上让生障者自己提出需求 由政府补助生障者就业的就业补助方案 近期新北市政府劳工局选在身心障碍者失业率较高 资源相对较少的三峡地区办理生障就业参与事预算座谈会 希望透过身心障碍者支援团体的共同讨论 将政府补助花在刀口上真正帮助到生障朋友 透过这样来讨论来把问题找出来 然后透过这一个单位把这些整理出来之后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这个解决方案再由我们当事人来看看 这个方案好那个方案好 我们来投票觉得哪一个最好 我们选出这个方案 这就是我们一起跟着然后了解然后整个问题 然后我们觉得这是最好 然后政府再把这笔资源拖下去 然后来推倒 为了照顾到不同帐别的朋友 说明会上还安排了手语老师及听打人员 立即秀出字幕方便大家了解 在经过之前与地方立场的座谈 社区团体与在地企业的脑力激荡后 伸张就业参与事预算也明确的定出预算 投票时间与金额 透过民间来提这个方案 那我们透过这样我们有议计 有两个方案补助400万 那希望藉由我们身上朋友亲自来参与 然后我们提案以后 由民间的单位或是企业来提案以后 我们会让身上朋友他们来投票 那投票选择两个最佳的最好的 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个方案 明年事业开始来执行到后年 参与座谈的民间身心障碍支援团体 社区协会与身心障碍朋友 共同分享遇到的难题 与需要的资源协助 现场也吸引到身心障碍者家属前来分享 不只在就业后 在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的时候 也可以提出的支援方案 我提出的方案是说 能够从高中的时候 就是针对这特殊生去做训练 那为什么要等到毕业再去训练呢 那政府一再的 在成立这些方案来让我们去走 但每次要受到阻止的时候也是政府 那所以我希望说能够 真正那个管道能够有弹性一点 这已经实施了 就可以私心教学 真正的去落实 透过身障朋友社服团体 及企业的参与座谈 希望身心障碍朋友的就业 遇到的困难可以逐渐聚焦 并找出可实行 且符合身心障碍者需求的 就业服务方案 也欢迎有兴趣的团体 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翻转身障者的就业现况 中佳新闻郭南宏 吴沛山三峡报道 列入我们将来提案的一个参考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